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,金门县卫生局今天,3日,接获卫福部金门医院通报一起疑似麻疹案例,个案为17岁女性,因肢体出诊就医,县卫生局说,已将采集检体送疾病管治疏检验,预计6日会有检验结果。 县卫生局说,个案已回家自主居家隔离,也已掌握本案接触者,将进行类交措施。 县卫生局长王汉志说,麻疹属第二类传染病,传染力极强,截至今天为止,国内麻疹病例有24例,17例国内感染,7例未境外移入。 在此之前,金门县累计有8名转介接触者,分别于4月23日,29日筛检后,确认未感染麻疹。 王汉志说,患者出诊的前,后4天最具传染力,若出现发烧、鼻炎、睫膜炎、咳嗽、红疹等疑似症状,应佩戴口罩尽就医,并告知医师旅游接触时, 以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,疑似个案应依法立即通报,以立卫生单位及时采取防治措施。 金门网络社群今天传出有疑似大学生感染麻疹讯息,县卫生局说,此案17岁女生并非金大学生,最近没有出国及赴台湾本岛记录,接触患者的几率极低。 金门医院怀疑女学生身上的红疹可能与麻疹有关,以谨慎的态度向内生局通报。